最新的现场 科办的连线记者会 先带你来连线现场 黄珊珊 民进党提出的 任何副院长的人选 我们都会支持 这样子的说法呢 完全都是子虚乌有的 我们也正在准备提告的动作 那么针对稍早的时候 陈永昕医师 他也针对他所了解的事实 发了一封公开信 那么在这个公开信的内容呢 有一些没有被提到的片段 我们稍后也会在记者会上来还原 那么因为今天时间比较赶的关系 所以如果待会儿 媒体朋友有要提问的部分 可以传到我们的媒体群组里头 我会代为提问 那么首先呢 针对这个事件的全貌 我就请周宇修秘书长 来跟大家说明 好谢谢 傍晚的时间打扰大家 那么这整件事情 其实我很快跟大家报告 也就是说针对立法院院长选举 事实上科文哲主席 接到民进党 各路人马多方的 这个来训 那希望能够讨论 立院龙头选举的合作 那整个事件的全貌 其实是这样子 各位可以看到 绿营的各路人马 联系科文哲 那么其中呢 也有这个代表民进党高层的人士 来到我们这里 那么希望 这个科文哲能够跟陈永新医师通上电话 那再来就是说 各位可以看到 后来陈永新医师主动打电话给科党通 那就请张经坚医师联络 这个科文哲 那么中间人呢 这个也一直急着请科文哲回电 甚至于我们没有陈永新医师的手机 还是中间人提供了陈永新医师的手机 可是在我们非常遗憾的 在民进党发言人吴征的视角 他就非常简单的把它简化成 科文哲主动致电一介大佬 讲的一副好像 我们很幸福的 主动这个联系一介大佬 那么我要特别说明 这个科文哲回电 就被说成主动替黄珊珊 这个要求要当院长 并且愿意支持蔡喜长 这件事情只需乌勇 没有这回事 再来 科文哲主席非常敬重一介的前辈 这个陈永新医师 为这个他抱持的是善意的态度回电 却在这个过程里面被吴征恶意曲解 那么科文哲与电话中 同意将讯息传给党团讨论 并且在最后将决议传给陈永新医师 传的内容是 我们不敢去跟民进党有任何交换条件 所以我们还是会维持原定计划 副院长的选举 我们会看院长的选举再来决定 并且明确表示 我们不会投新潮流 很明确表示 我们不会去投新潮流 所以这整件事情下来 事实上不只是民进党 包含男营的朋友国民党 当然这个过程也有各自朝自己希望的目标 来联系传说 但是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 以上 我帮秘书长补充一下 刚刚秘书长说的那一段 就是说 柯文哲主席呢 他回电的内容 他回给陈永新医师的内容 他因为抱持一个善意回电 结果呢 他有告诉这个陈永新医师说 他会把这个讯息 也就是民进党的高层 传过来的这样的讯息 提供给民众党的立委党团来讨论 那么他也把我们最后 晚上十点钟的时候 召开了一个线上会议 刚刚主席已经有提到了 包含柯主席 秘书长 还有八位立委 以及我 我们都共同参与了这场会议 那么决议的内容 回传给了陈永新医师 那主席回传的文字 我在这边再念一次 我们不敢去跟民进党 有任何交换条件 所以我们还是会维持原进计划 下面有一部分省略 但是我待会会给媒体朋友看 副院长的选举 我们会看院长的选举 再来决定 柯文哲主席非常明确的表示 我们不会投给新潮流 这个是在1月31号晚上 柯文哲主席亲自用他的手机 回复给陈永新医师的内容 那么非常遗憾的是 这个事件的全貌 原本是长得这个样子 前面有非常多的人 来联系穿梭 但是呢 后来被掐头去尾 变成了只有柯文哲主动打给这个一届大佬 而且甚至还说 我们打给他们的原因是因为想要跟民进党高层来联系 希望能够让民进党高层来支持 黄珊珊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呢 其实被删掉了就是其实是民进党来争取民众党的支持 而他们的条件非常明确的是可以换掉游锡坤的 他们是可以支持黄珊珊的 但是在副首的部分副院长的部分 他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投给这个蔡奇昌 也就是新潮流的这个蔡奇昌 那么我们也非常的遗憾 看到游锡坤院长呢 在这次的选举当中信心信力 但是呢 他也非常负责任的 为了他的这个败选负起了责任 马上请辞掉了这个院长立委的职务 但是反观像是柯建明总招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但是透过不停的放话 那么甚至呢 现在还是败选的结果 但是没有承担任何的责任 我们更遗憾的是 民进党明明有这么多的人来这边穿梭 那么我相信媒体朋友应该也很好奇吧 就是到底是谁来穿梭的 但是他们却把这些的事实略而不谈 把责任怪罪于民众党 说是我们这边单方面的去求官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严正的声明 吴征身为民进党的发言人 不知道事情的全貌 竟然用这样子偏颇的回应来诬陷 柯文哲主席以及民众党 把我们的善意曲解 把它扭曲成了恶意 这件事情我们完全不能够接受 这件事情对于未来的政党合作的部分 恐怕也会蒙上一些阴影 那么接下来呢 有没有媒体朋友现场要提问的 是 确认一下刚刚那个刊板上面的绿语客户人 还有一家高层人士 以及那个中间人 可以直接说出他们的性格吗 好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